记者会开始前,书记长洪孟凯、副书记长王洪韦、徐宇珍、立委杨琼英、罗廷伟、黄仁 一同为花莲大地震罹难者默哀30秒 洪孟凯表示,全国30年以上屋林房子超过总房数的半数 其中50年以上房子高达111万户 尤其台湾属于地震相对频繁地带 政府应即刻进行总体检,让国人住得安心 先看一下这个统计的数据 全国现在总共房子里面30年以上的屋林的房子 其实超过半数 并且50年以上的房子有高达111万户 而我们看到111万户里面 其中新北市就占了12万5000多户 台北市占了14万5000多户 都是属于全国里面名列前茅 最多就是台北市14万5000多户 这是50年屋林以上的房子 再来我们看到了高雄市 高雄市也有13万5000多户 屋林50年以上的房子 第三名是新北市 12万5000多户 这是新北市有50年以上的房子 而40年到50年以上的房子 占比来讲以台北市新北市最多 这一些都是真切的数字 都是明明白白的数字 那我们现在要问 既然我们已经有看到问题了 而这一些住宅有那么多高达40年 50年以上屋林的房子 是否现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共同要齐心动起来 尤其是借近过去日本 我们邻近国家的经验 当日本他们之前发生大地震之后 针对他们高零的房屋 有做所谓的耐震减断 以及补强作业 在相对都市区当中 很多人也讲说 我希望能够做大规模的围绕都更 但是也要住户能够百分百同意 也要相关的建商愿意来进场协助 但如果有些地区相对来说 比较找不到建商能够有意愿来投入的话 就变成是民众要做自发的一个建物的改建 我想这对于大规模来讲 绝对是缓不济及 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 所以政府部门也应该要借近我们 邻近日本国家的一个经验 又做耐震补强以及耐震减断 副书记长王宏伟表示 以现在围绕重建条例实陈奖励 到今年5月后将由原来最早10%降到1% 王宏伟认为奖励没有诱因又如何能加速围绕重建 我们现在不管是围绕或者是都更 他里面所做的奖励其中有一个叫做实陈奖励 什么叫实陈奖励呢 就是呢 你越早做 你可以得到的奖励 容积奖励越高 这主要呢 是提高大家去进行都更或者围绕的意愿 可是以现在的围绕重建条例来说 他的实陈奖励到了今年的5月份 5月份以后 5月份以后 今年5月以后 他的实陈奖励 由原来最早的10%会降到只剩下一% 从10%会降到1% 以现在来讲 因为他是逐年的递减 这边可以看到 黄色的部分 因为最早是从109年5月到110年4月 开始他可以拿到8% 然后再加上他只要200平方公尺 他就可以拿到2% 所以他很容易的就可以拿到10% 可是呢 逐年递减之后 到了今年的现在还有2% 可今年5月之后 就只剩下一% 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 请问一下 他的奖励已经没有诱因了 所以虽然说 内政部曾经讲过 围绕重建条例不会落日 因为现在很多人担心嘛 一旦落日了之后 那么还有什么诱因 让这些围绕建筑可以做重建呢 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提出一个 非常明确的对策来 所以在这次403的花莲地震 应该也促使 内政部赶快针对 围绕条例即将落日 赶快拿出对策 那另外事实上 就是都市更新 他也有实陈奖励 当时呢 也是从这个民国108年 108年开始 那么108年开始 前5年呢 也可以拿到划定 都市更新划定地区 前5年可以拿到10% 5年之后 5年之后 再加5年 就降成只有5%了 所以也跟大家报告 今年不是113年吗 所以很快的 跟都市更新的实陈奖励 也马上就要腰斩了 也马上就要腰斩 包含划定都市更新区域 还未划定都市更新区域 通通都要腰斩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如果你希望能够鼓励 都市更新 或者危老重建 这代表你的法规 一定要更新 法规不更新 请问都市怎么更新 危老怎么重建 那你定得这么死 地方政府就算想要推动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来自于中央的规定 副书记长徐宇珍 立委杨琼英 罗廷伟 及原住民委员黄仁 也纷纷表示 老屋满街跑 已成为台湾危机 不管都更 还是老屋安全检查 都不能再等 呼吁政府拿出具体政策 彻底全面屋灵检视 耐症诊断 让国人能够住得安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都不能再等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